大叔,你干嘛这么较真啊? 大叔,你别生气了好不好,只要你不生气,我做什么都可以 真的? 真的真的真的 答应我,以后不准离开我,不准和别的男人说说笑笑 但是更重要的是,生生世世都不要离开我,否则我真的不知道会做成什么伤害你的事情 大叔,我们不是说过了吗?只要你不丢下我,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你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人,好了,早点休息,明天要早起 嗯,大安嫂娜睡着以后,叶明爵捏手捏脚地下床,悄悄地走出卧室,来到总统套房的客厅 不一会儿,一道黑影闪过,随即便看见叶仪恭敬地站在叶明爵面前 怎么样? 叶仪听到,俯身,在叶明爵耳边交代自己听到的事情 把人抓过来 是 十分钟后 女人的惨叫声,叶明爵根本不用担心会吵得暗小暖 因为这家酒店,在装修的时候他就命人,把所有的房间,全部做好隔音效果 蓝星雪,你伤害暖暖,我该怎么处理你呢? 我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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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有,我不知道 你,你在说什么? 叶仪,既然他不肯说,那么你就直接把他送到非洲的剧院吧 那里挺适合他的 不,你不能这样对我 不,为什么不能这样对你? 蓝小姐,请吧 我不去,我不去,我说,我说 不用你说,我都已经知道了 叶仪,立刻派人把他押送到非洲 记住,找几个人在那里看着他 如果他要是敢跑,没跑一回就剁掉他的一只手指头 每天必须接客 叶仪听到,随即把蓝星雪披晕,拉了出去 交代外面的人连夜送到非洲 叶,那夫人的同学怎么处理? 怎么对暖暖的,就怎么还给他们 还有那个姓灵的 记住,要把视频拍下来,以后用得到 是,我现在就去办 叶仪离开以后,叶明爵便回到房间 小心翼翼地躺进被窝,搂着安小暖继续睡觉 正在熟睡中的安小暖并不知道叶明爵被他做了什么 对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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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